第十九回 太平軍從鄉村山區,衝破清兵的封鎖線 在1851年9月25日,進攻一個有城牆的城池,榮安周城 當進攻的號角一吹響,太平軍人人奮勇爭先 從四面八方,潮水般湧去攻城 攻!攻!衝啊!殺啊! 永安城下炮聲隆隆,焰火四起 守城的清兵,敬方失措 有個將領哀嘆地說 嘩!長毛神出鬼沒,聲東激西 我們各路軍馬破去南路,去折他們 怎知被他們從這樹折了出來 永安城空虛,還怎麼受得住啊! 這時,太平軍的將領羅大江洪宣嬌 已經指揮著士兵用雲梯火炮攻城了 這見洪宣嬌身飛黃金鎖指甲,威風嶺嶺 帶著副手葉明珠就親自爬上雲梯 哇!第一個爬上城牆,和守敵搏殺 連氣搜日了四個清兵 一見統帥這麼奮不顧身的 那些太平軍更加奮勇登城 攻進去的就大開城門 蕭朝跪在下面,就親自帶領騎兵 呱呱呱呱呱呱呱,過吊橋就衝入城門 太平天國那支黃色大旗,很快就插上城樓了 同時,清朝首將吳剛和艾爾正柯的人頭 也掛上南門樓的旗桿上 洪秀泉,楊秀清、馮雲山所帶領的水路軍 儘管有魯弱牽制,一路上照樣擊敗了魏濤的軍隊 在十月一日,洪秀泉在一片歡呼聲中 坐大轎就進入榮安城 結束了從金田起兵以來九個月的南北轉戰生涯 從矯道看出去,永安城始終都是太勢 方圓不過三四里 知他是太平天國第一個攻佔有城牆的地方 他將作為天國的第一個都城 一路上,洪秀泉見到士兵掛著搬運戰利品 他叫馬車停低,對石大開就下命令說了 凡是一切殺妖取城,所得的金銀、籌段、保密等等 不得私藏,全部繳歸天朝勝虎 石大開說,是,我馬上去督辦 洪秀泉又說了,太平軍入城,不可以擾民 凡是搶劫奸淫者,殺無色 天王今天,只是重申發己而矣 轉戰九個月來,他總是將不擾民放在心上 事因沒有窮苦百姓的支持,太平軍起不是成了乾堂之魚 沒有可能有勝利的希望 洪秀泉在心路盤算好了,他下一步要好好經營一下這個小小的城池 在永安城住一年半載,或者更長的時間 將進入一個國家的各項典章制度逐一完備 沒有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說這些都是不現實的 正所謂,在馬背上,可以寫出打天下的計劃 但在馬背上,是沒有辦法從容規劃出自天下的藍圖的 喏,永安失守的消息傳到向榮大營 正在那裡督戰的陰差,塞尚鵝幾乎暈了 他看著遠處永安城頭飄動的太平天國大旗 在心裡一尾撲探 他真是很生氣那個沉舟協副將李青 距離永安不過是十里路,但按兵不動就見死不救 塞尚鵝想想想想,隻手不小心擀到腰間那把大刀 那把刀涼濺濺的,他現在的心也拿得有如生鐵 他決定要拿這把皇上賜的金刀拿人來開齋了 他走到進去中軍大將,將那把壓必龍刀 啪聲放在桌面上,向榮,烏蘭泰,劉長青等將領縮立兩邊 塞尚鵝環顧左右就問了 北勞守沉舟的將領是哪位啊? 是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一個肥德德的將領身上 這個肥佬就逼著走出來說了 北勞大人,是下官,沉舟協副將李青 聽說你不戰而讓路給賊兵 任去救永安州,有沒有這件事啊? 匯大人,賊勢心中,下官已經盡全力了 啪!蔡尚鵝一拍桌面,將那把壓必龍刀向前一拐 折去李青頂大花令,退出圓門斬首 大人!大人要命啊!大人要命啊! 幾個親兵過來,三下五樂意就拖了李青出去 蔡尚鵝嘆口氣說 唉,老夫本來是一介文官 未到萬不得已 絕不肯使用如此的壓必龍刀 但是諸偉太講不過去了 不知無能將匪徒籤滅在山中老巢 反而令其突出重圍,佔了永安城 實在有負黃恩啊! 眾將官就倒下頭,說一聲 再沒有人出聲 蔡尚鵝又說了 烏蘭泰發現永安有失 日夜劍情趕赴資源,還算是快的 李布現在在哪裡啊? 匯大帥,下官屯兵於民虛 威脅永安城南面 烏蘭泰回答了 好! 蔡尚鵝就跟著下令 劉長青、李能辰兩步 立即趕往勵浦 遙盈所報四千人就駐紮古牌 倒著永安北路 向榮重兵也擺在北面 千萬不讓長毛軍 北上攻打省城歸林 如果真是這麼不幸 蔡尚鵝就更加無法向咸豐皇帝交差了 在太平天國天曆新開十月的二十五日 即是公元一百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洪秀傳就發布了豐皇召令 永安城好像迎來一個盛大的節日一樣 雖然已經進入了初冬季節 天氣情和 地處南國的永安城並不懶 依舊是青枝綠葉 永安城將登結彩 華國頻吹 太平天國的旗幟和各種規格的軍旗 插滿了整場軍營 這時候再不是太平天國初時起義的時候 隨便施快布來做旗 軍有軍旗 師有師旗 連那些兩師馬都有一面兩尺半闊的旗 各級的軍旗 只是用大勢來區別 豐皇大典在永安大教場舉行 太平天國的聖兵聖民就不用說了 永安城的老百姓幾乎加加關門閉會 讓他看熱鬧走到兇曬 楊秀清 蕭朝貴 馮雲山 韋昌輝 石打開 已經按照天國新官制 穿起了相應的黃短秀龍袍 他們那些袍是以秀龍的多少 來代表他們的品級身份 那頂帽也是有區別的 天皇洪秀傳的服飾也變了 他戴的皇冠是金側的 玄規沙武式 武道用金線扔著雙龍雙鳳 鳳嘴就左右向下 穿三粒大豬 隨著兩掛黃鷹 皇冠的後面 刺立兩個金刺 皇冠的前面 就像線面形狀 亦秀了一對龍鳳 上秀就滿天星斗 下秀一桶河山四個金字 中間空檔的地方 就沾金為天皇兩個字 東皇楊秀清的金官 左右就割了一條龍 中間上些就割了一隻鳳 官頂就像一支小鷹槍 四圍用珠寶鷹來裝飾 官前秀雙龍丹鳳 中列東皇兩個字 西皇 南皇 北皇 翼皇的金官 和楊秀清也差不多 但少有區別 就像他們的黃袍 秀龍的條數 代表品級一樣 據說這些繁文玉節的禮儀 典章都是陳成庸 帶著一班人 查閱了中國歷朝歷代的典籍 加以演化改造而來 但又被任何朝代都繁瑣 令人沒辦法記得住 誰知洪秀清和楊秀清都很讚賞陳成庸的學識 今日的典禮官 宣讀完 宣讀完 洪秀傳就親自頒封典召朝 五皇在天皇面前謝恩行禮 樂聲齊名 禮炮名響 萬民歡呼 在禮炮聲中 洪秀傳在黃羅山下 上天成命 而君臨天下的感覺來得特別之強烈 等東皇來節制諸王 是洪秀傳自己陰定的 楊秀清沒有對他施加過任何壓力 馮雲山也沒有參與意見 洪秀傳這樣做 是否違背了初衷呢 如果論到親疏 他應該將馮雲山擺在前面 就算退一步說 即使這樣調換位置 要冒風險 都可以將各個王的權力平衡了 不過洪秀傳就有他的考慮 從甘田一路打出來 他暗中留身觀察 真是不佩服楊秀清這個人都不行 楊秀清有腦 個人有靈 善於在徵戰中掌本領 相比之下 馮雲山身上的書卷戲就重很多了 今後還不知道要打多少場硬仗血仗 他不靠楊秀清怎麼走得通呢 至於將楊秀清抬到諸王之上會產生什麼後果 洪秀傳就不是說沒有想過 但是一樣他是自信的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 只要不失控 他隨時可以做出處分 他不怕楊秀清出格 他跳不出五子山的 說一下那個北王韋昌暉 還未回到家 他的第四個弟弟韋進 早就把北王府的金字牌匾 掛在大門口 韋昌暉和秦逸江 是靈蛇老幼些 所以大點一結束 就把秦逸江回家吃飯 那因為太平天國 認為酒是迷雲湯 所以無論幾有興致都不准開酒界 韋昌暉 只是叫徐房炒多幾個秦逸江 喜歡吃的菜就算了 那說到秦逸江守的水鬥寨 因為握守永安的門戶 韋昌暉就再三叮嘟他 你守水鬥要仔細些 永安的安危就看你的了 看我? 算什麼? 韋昌暉一看就看出秦逸江的心不睡 他講這些說話的前台字一次那麼淺 今天封王為什麼沒有我份 韋昌暉就認為秦逸江過高估計了自己 他跟得今天封的五個王相比 但是韋昌暉就沒必要相他 就勸他說 日江不用深淡 你的功勞大家有眼看的 況且就算沒有封到王 只封了個天官正成相給你 是眾官之首 可見天王對你都算是看得起 如果照本來天王的意思 是封多一個王 就算是秦逸江 韋昌暉就沒有說 只見秦逸江就即時灰灰氣氣說 嘻! 又是楊秀青搞鬼了 是不是? 因為秦逸江攻打永安城的時候 行動就立了些 被楊秀青省到立立令 故此他就耿耿於懷 韋昌暉就說 嘻! 那豈不賴得了他 是因封王前那天 天降碎雪 天父下凡 通過楊秀青把口 傳下上帝旨意 除了天王之外 只是准封五王 天王都不可以違反天父之命 死他就去啦 這傢伙 和他妹妹陽魂嬌搞鬼神上身 一口口 騙我膝蓋不吃辣椒醬 哄天王吧 韋昌暉就幫秦逸江夾了主菜 嘻嘻! 你以為天王會相信嗎? 他怎會不相信 拜上帝傳教 是他首創 他會不相信嗎? 喂! 端古你都記得吧 在起義之前 從甘田村祠堂後邊 不是挖了一塊石碑出來嗎? 韋昌暉就蒙起兩隻眼仔 一味這麼陰笑 喂! 你笑什麼呢? 嘿嘿嘿 我笑你傻啊 我一早就猜到 哪有這麼巧呢? 原來是半夜三更 大舊龜拿去摁了 蛤? 真的嗎? 秦逸江的大圍驚叉啊 唉! 真都沒得再真啊 有人見到啊 是一個馬夫來的 誰知他第二天就被處斬了 理由是對上帝不公啊 嘻! 那樣都有的 真是豈有此理 他們裝神弄鬼 再這樣搞下去 我們這裡還有什麼正氣呢? 嘻! 嘻! 千萬不要這麼虛陷啊 唉呀! 拱埋石碑也好 天父下凡也好 都是做給天國港大士兵看的 你如果拆穿了 天國上下可能就變成一盆散沙的了 唉! 寧可我們自己受些委滑 都千萬不要拆穿 要維護大局啊! 秦逸江就點一下頭 嗯! 這層我明白了 我在開銀礦那時候 程治那些大話友 都一樣用江銅術來對付過了 嘻嘻! 慘得過是有人相信這什麼呢 嘻! 塞尚柯大型道 又是怎麼議論永安瘋狂的呢? 只見塞尚柯就對向榮說了 你看!你看! 盛何體統啊! 永安城道的長務 居然妄改朝政 扮行生力法公然反叛 實屬最大惡極啊! 但由於上次三里虛兵敗 本來任廣西提督的向榮 被皇帝隔了職牛用 故此現在他頂帽上是沒有花靈的 話說他聽陰差蔡大人講完 就在桌面上 太平天國一份天力看了一下就說了 哼! 他們還發佈什麼? 太平禮制 規定到了小天堂之後 從諸王到兩師馬 官級的森嚴等級 得到禮儀 全部都寫在裡頭啊! 蔡上柯就問了 欸! 什麼叫做小天堂啊? 下官都不知道啊! 嗯! 會不會是指一個地方啊? 或者北京? 或者金陵掛? 是因他們講 一切都到小天堂兌現 蔡上柯就拍打著桌面那份 奉天土湖 捕魚四方核講 這個文告極有煽動性啊! 機民災民和不軌之徒 一旦得此文告 必定勇躍為之驅使 你看你看這裡講啊! 慕其宿清胡昏 共享太平之陸 哎呀! 好奇毒也啊! 鄉明就嘆了氣了 唉! 大歲啊! 你想一下 為什麼長毛越矫越多 流文如魏符風流 唉! 也有些官迫文返的味道了 蔡上柯就說 離京出來 才知道理智之懷 已經到了妖民民不得安的地步了 忽然間總兵長壽就走進來報告說 大歲! 我們抓到三十幾個長毛 其中有個長毛的官職是軍稅 叫做周錫能 我們對他一動形 他就什麼都說了 喏! 周錫能 為什麼會被清兵捉住呢? 論道文 由魏符夫